娘 您也太偏心了吧 这么好吃的八宝真糕 为什么每次只有爹锅 寿沉的时候才能吃到啊 难道平时不能给我们做点 你这个馋嘴猫啊 老爷 寿庆大人 这是娘亲自为您做的八宝真糕 您慢用 老爷 趁热吃吧 这八宝真糕啊 象征着家人和睦团圆 所以生辰的时候吃 最合适 夫人 替我准备一些 我给凤林送去 既然凤林与睁儿的婚事 已经定下来 她就算是我们的家人了 凤林从小就缺少家人的关爱 我即将成为她的岳父 应该多去梁王府走一走 多给她讲讲圣贤师书 也好让她修得立身 这样她才会对睁儿更好 老爷说得对 我就去准备 好 殿下 王爷还在议事 请殿下再稍等片刻 殿下已经等了很久了 废子 央실탕 殿下 我还得领选 他后卫 你看 有什么事我们能帮上忙 要 走 抱歉啊 抱歉 怎么讨厌呢 王爷 殿下到了 殿下 殿下 太夫 你怎么来了 荒唐 太夫 王爷 卫后 谁让你把太子带进来的 殿下已在偏听酒后多时 我就 你还有话 滚 是 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照顾月争的吗 你怎么能够如此荒唐放纵 殿下这两者不矛盾啊 我 我 不过就是与府中的侍迹 消遣取乐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呢 皇兄 如果你真的在乎月争 你还看中这桩婚事 你就应该洁身自爱 刚刚袁太夫也看见了 你让月争情和一堪 你 你 你 月争那么喜欢你 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我把她取回来锦衣玉石地带的 我怎么会对不起她呢 你以为月争在意的是王妃之位吗 她在乎的是你 你错了 如果今天 我是山野村夫 他还会在意我吗 你真是瞎了眼了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月城 我不会让这嫁给你 być 我是这 好像ру Bare娇 让他改变 把 Fed 公爹 那么 老板 而隐瞒事实呢 殿下 这事如果弄不好 皇上会以为 您是为了得到岳征小姐 故意诬陷王爷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被误会 也好过岳征被皇军辜负 殿下 殿下 太子已经愤然离去了 王爷 原来这次王爷 特地把我从北疆召回 就是为了演这出戏 之所以演这出戏 就是让太子 极力反对我和岳征的婚事 回宫之后 如果他与父皇因此 又起了冲突 那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 王爷 刚才的事 袁太夫也意外撞见了 万一他向皇上禀告的话 那皇上对王爷的看法 就算父皇知道此事 也只不过会训斥我一番 如果袁太夫能因此事 而退了婚约 对袁家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母后 母后 殿下 殿下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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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宫中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母后 我不许夜征嫁给皇兄 此事已成定局 你为何如此执拗 母后 皇兄与王府压混侠逆 被我撞见了 皇兄 皇兄不仅毫无愧疑 反而击防我大惊小怪 皇兄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袁正 我不能铸成大错 让袁正嫁给他 真有此事 看来你皇兄果然畸袭难改 荀儿 这件事情你不宜出面 由母后去告诉你父皇 母后 你真是愿意帮我去说服父皇 是母后亲自去提亲的 如果你皇兄 真如你所说这般不堪 那母后 也没有脸面去面对袁太傅夫妇 你写着 在 ту封证吧 袁太傅 你这是何意呀 皇上 臣女余蛮寒威 实在不敢高攀良望 还请皇上另选家人 此外没人 太妇不是已经应允 怎么今日又来毁婚哪 今日微臣去王府探望王爷 王爷竟与府上丫鬟白昼轩银 在微臣面前还毫无羞涩 如此行旨 让微臣实在不能 同意这桩婚事 太傅息怒 清齐 莲儿自小远离京师 朕对她疏于管教 错过了 可方离与了 习惯了 还想能辞职 我邓离京师 好了 本文为何 一来 再给太傅一个交代